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机会开战吗 好 我们刚才介绍 在今天聊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蔡玉珍 老官好 大家好 你有去参加大同股东会 有 而且我排队排了20个小时 20个小时 对 不得其门而入 同时也要请到大同股东代表律师洪国志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个阶段新疆路的来宾 还要请到万宝投股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林永明 老官大家好 大家晚安 军事专家石小维 专家好 大家好 好 来谈谈这一场世纪大惊奇的股东会 林郭文彦保住了经营权 大同股东会 遭控剥夺市场派的投票权 公司派九席权大获全胜 我们看到媒体在今天大篇幅报导 大同经营权之争股东会 黑衣人盯场 公司派 市场派 股东会外 场外对峙 而且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投保中心也说话了 说违法中资应由政府认定 大同步的自经参投票权 好 来讲讲 今天这一场股东会怎么回事 其实我大概从昨天的下午两点半 那就开始在大同的公司门口排队 为什么 因为之前就有听说 好 来预见带我们来看 这是现场排队的情况吗 从来没有一个股东会要排 20个小时 对 因为他前面就说 有所谓的黑衣灵眼 然后要在这个股东会上面 要阻止股东进场 所以在前几天 6月23号的华映股东会 华映不是大家股票都变壁纸了吗 所有的股东都吃进排场 不但不得其门而怒 还在门口爆发冲突 所以我们认为说 那这个画面是什么 刚刚我看到很多 这个是在排队 然后后来 那真的有那么多股东 去排20个小时 那是你没话说 一般的股东怎么去排那么久 我跟你说 我是第一位 那所以后面当然有很多的股东 路路续续来排队 那尤其是到了早上5点半开始 就有一堆你看 那这是什么 黑衣人 那这堆黑衣人是 大统铃锅用股东的钱 聘了超过500位的黑衣人 那他从今天早上5点半开始就集结 从前门后门 那直接就堵住了很多的入口 所以他本来是打算说 我让黑衣人站满了位置之后 你这些小股东别想进场 我们那时候是想说 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策略 所以后来我们就这个 因为我是排第一个 我排了20个小时 我排第一个 我排到第一个之后 那你有进去了吗 我进去了 对 我进去了之后 我就先报到处 报到处之后要走到场内 走到场内之后 有一个领选票的地方 就是领意识手册跟选票 结果在我后面 有一个股东马上就被告知 你没有投票权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报到算你出席 可是你进到内场的时候 公司告诉你 你没有投票权 所以并不是所有到现场的股东 都能投票 对 那最后呢 你知道最后今天的出席率 其实照理来说 以他234亿的股本 应该是超过百分之九十几 可是他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 他认为说你是中资的股东 就像在我后面那个两万六千张的 他说你没有投票权 所以你知道吗 连这个被小股东委托 今天进去现场的还活仓 他说这真是太扯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好 但是预先 我们还是看一下现场画面 那这是已经进到会场里面了吗 那进到会场里面 这是进到里面 那会场里面我进去之后 你知道我第一个进去 可是现场因为防疫排了100个位置 就是因为防疫的措施 要隔开 要隔开 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 所以排了100个位置 可是里头有超过500位的黑衣保全 所以然后100个位置 500个黑衣保全 我第一个进去的时候 保全归保全 保全不用坐在位置上 保全是站着 可是座位上 坐了只剩下5个位置让我坐 你说你是排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第一个进去里面 只剩下5个位置可以坐 对 所以他前面有一堆人走后门 公司的自己人 或是公司的人头干部 他就已经在我之前 就不知道用什么违法程序 进到里面 所以他是千方百计的 在阻扰股东进场 好 到底大同有没有千方百计 像玉珍所说的 阻扰股东进场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玉珍说现场情况是这样 但大同说要搞他 说媒体人如此不负责任的发言 歪曲事实 是非不分 欺骗社会居今何在 所以要给你割 所以也因此我们在今天 我们的团队也特别联络了大同公司 希望公司方面也能够提出说法 让社会能够听到两边的声音 不过到此时此刻 我们录影时间为止 大同还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如果大同他们想要回应 或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说法 我们也愿意提供这个平台 给他们发声 今天的话呢 我们依法 我们认为就是说 不得行使股东权 或是不具投票权的股权 我们并没有纳入 这个投票的这个计算 那么主要的依据的话呢 就是像刚才我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说这个企业诟病法 在这一次的股东会中 与郑文艺 王光祥等人相关的 总共27位股东 他们共同基于并购目的 取得大同公司的股份 持有股数超过10% 但是没有依法申报 依企业并购法27条 第15项的规定 超过10%的部分 无表决权 回来今天 所以你刚刚也谈到 你排队是排第一个 但是进去无意义 我来问一下律师 律师你有到现场吗 有 现场情况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有进去吗 我没有办法进去 你没有办法进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字卡 因为我所代表的这个法人股东 我们基本上 当然就是有收到 大同公司的开会通知 是这一份开会通知吗 对 就是这一份开会通知 好像很多小股东 都应该会收到这样的开会通知 对 那这份开会通知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公司法规定说 你开股东会的时候 你必须在停过日前 你享有股东的权利的 你才可以收到这份开会通知 才可以进场去参与 才可以进场去投票 好 那你有收到开会通知 我们有收到这一张开会通知 那以前我们在106年 107年 108年 今年都有收到 106 107 108我们也可以进去 但是今年就是因为有董事 独立董事的一个改选的题材 今天我的状况是 我们在门口的时候 我拿着这个出席的签到卡 还有这个法人的指派书 结果我连给他验证都还没验证 我的身份证也还没拿出来的时候 他就说你不能进来 他就看你的面子 知道你谁就对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他看到真公司连查验都不用查验 不给进 这个就是一个很离谱 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恶劣的一种情况 所以你没进到场内 但玉珍有进到场内 我是个人股东 好 那我要特别提一下 除了我没进去之外 也有其他法人股东也不给进 这个就是非常吊诡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来 主听在现场小股东说我不能进去 搞什么东西 就报告就好了 你前面没有人 我们百进 百了 今天排算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不能进去 股东报到 你要分是不是 大股那个小股东有差是不是 好 这拍什么 公布的机器吗现在 不能进去了吗 还分断次是不是 我们用他这股就对了 好 这是现场所拍到的画面 那我们回来讲 好 那进到现场之后 当然就要开始进行投票了 那投票这个环节呢 其实投票的部分也很诡异 就是第一个 他都没有公布今天的出席人数 完全都没有公布 那另外呢 就开始投票的时候呢 你知道阿官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从总统票 立委票到里长票 全部通通都丢到一个柜子的 你应该没有看过吧 就是只有一个箱子 那这一个箱子里头 有13个还十几个提案 那这十几个提案呢 全部一股脑的筹到一个箱子 这个是没有竹案表决 这个是违法的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第一个他没有分开 对 那所以第二个呢 就是说到了现场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最后 最后被承认的 我来讲一下 我们有234亿的股本 三成大统 可是他到最后是 这个也不算 那个也不算 这个也不算 哪些不算 他最后只承认有90 就是99.2亿的 这个股本的股权 也就是说 最后这个数字只占42% 所以有大概百分之将近58 是没有投票权的 就是林郭 林祖妈说你不能投票 林祖妈说你没算 你就没算 刚才请黄国昌 黄国昌说这真的太扯了 黄国昌今天全程参加 他说呢 他最后宣布 所有数十个法人股东 跟所有支持他的 包括外资专户8个 总共删除掉12亿多股 12亿多股是什么概念 是超过一半 因为23.4就是11.7就过半 所以被删除了12亿多股 所以被删除大概超过50% 大概52、53左右 就是总股数23亿 所以这是投了之后 他说不算是吗 他说不算 对 所以投给黄国昌的 他的选票也不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 你知道连黄国昌 他全程在 但是他说这个是台湾证券史上 最黑暗 然后最真的叫卑鄙无耻 就是最后你知道 我刚刚讲的说99.2的这个 99.2亿股本的这个持股 对不对 最后刘宗德以12.6万张最高票 那再来就是谢隐生 就是读董都是12万多 那到林郭文艳第四高 到最后最 陈首皇 你知道陈首皇拿31万9千多票 可是他立刻请辞 这个是史上最短的董事 就是他当选了之后 立刻宣布说我不干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违法选出来的董事会 连任的董事都不干了 为什么 其实正常的 就是今天假如林郭 没有那种说 你祖母说不算就是不算 投给你皇国昌的 我说不算也是不算 这是电子投票的数字 这是现场最后票数 组计出来的数字 就是林郭说不算 所以投给你皇国昌的10.8%不算 投给你李慎琛的16%不算 投给你这个林宏信的不算 所以他的最高票的刘宗德 5.99 你知道吗 不到黄国昌 差不多黄国昌的一半 可是黄国昌没当选 刘宗德最高票 林郭文彦在电子投票的时候 他的得票率是2.598 对 就是差不多这样子2.598 所以其实左边这个叫做正常 没有被林郭删除投票权情况下 今天开出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这是电子投票 但现场还有现场投票 对 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有没有计算票数 现场投票那些算出来就是我刚讲的 99.2亿的持股 那投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一张 所以这个就是黄国昌讲的 有12亿多的股票 全部被林郭说 林祖宗说没算 我就没算 所以这是台湾证券史上 从来没有人这样子 而且当场 当场的这个投票 有没有公开唱票 有没有公开计票 现场后来他的思议 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那集保 投保中心 投保中心算主管机关 是 投保中心的法务处长 在现场就已经讲了 说报告主席 我是投保中心的法务处长 这样子删除普通投票的行为 是违法的 好 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林郭不给选票 或者选票没有计算在内 他总要给个理由 就为什么他不给选票 还有为什么投了之后 这个票不算 他给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想听听看 我们看到的这个 目前看到的这个 大同公司的一个声明 是 他们应该会有个说法 他主要就是两个理由 一个是说 市场派是非法的入资 第二个是说 因为有弃病法 24条 14 15款 所以你没有申报 但是呢 刚刚晚间 这个弃病法 弃病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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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你没有申报 所以超过的表决权数都不算 是用这个理由 这两个理由 对 没错 那在晚间 金管会已经发布了一个声明 他说 大同公司不是主管机关 无权带主管机关来去认定 是否是中资 是否有企业并购法 这样的一个条款的事由存在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删除表决权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有争议的 好 问题是那些票有没有封存 如果没有封存到时候 我们在现场 因为我在现场 现场是高喊要封存选票 封存选票 可是呢 林郭是假装都没听到 林郭是所有股东的要求 他都一概充耳不闻 他是完全忽略 股东的权益跟发言 好 我们再来看现场的情况 主席你应该是全世界最无耻 最下流 最无常的股东 不用详意嘛 勇敢面对啊 有这么怕吗 主席你 讲几句话而已这么怕吗 主席请回答 林郭文彦你就这么无法面对股东吗 因为你只有0.6%的股权 因为你就这么少这么少这么少的股权 不敢出来面对所有的股东 而且你还涉及一身的弊案 只能用这种方法 来删除股东的表决权 这样你才会赢 这个是台湾上市对公司以来 最无耻 最慌谬的事情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公私自理 原来你公私自理的结果就是老公 被判8年 欠公司13亿还没有还 被抓去关 然后你自己被500万交保 限制冲击冲函 好 我们看到现场有股东非常的愤怒 如果以电子投票的结果和这个对照图 你们有没有评估过 或者你们有没有计算过 如果不要这个不算 那个不算的话 到底可以拿到几席 5比4 我们至少 至少以这样的一个投票结果的话 至少会有5席 我们5席 至少会有5席 至少会有5席 因为 那总共是9席 总共9席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不算 那个不算 你们自己算是会有5席 对 不是我们自己算 但是今天是拿到零席 就是说因为他今天删除的一个表决权数 至少有50% 就是说他今天删除了50%的一个选票的话 那这个就跟这个结果差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 我相信 因为现场的状况 再加上现在正义性这么大 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 对 接着要怎么办 你们准备 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了 就是说我们是呼吁 就是说主管机关针对今天 这个6月30号 也是上市会公司召会股东会的最后一天 但是我们没想到说 今天竟然发生这么黑暗的事情 那从第一个不给股东进场 第二个给股东进场不给选票 第三个 那电子投票了之后 结果这些表决权都不算 是 你们会怎么做 我想知道 这个我们还要在研议 这个没有办法 现在是 我了解的是 我了解的是第一个 现在跟很多的主管机关 已经提出一些行政救济 他这个行政救济 包括经济部 就经济部的话 你现在 会不会给林郭做这个公司登记 如果这个董事会的决议是违法的 那你这个名单 林郭弄出来的这9个名单 要拿去经济部登记 现在都已经有一个陈守皇说 不好意思 我不干了 所以经济部 第一个你是主管机关 你会给他登记吗 那第二个是 金管会已经讲话了 金管会说你无权删除 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有28个账户 28个账户就是黄国昌讲的 12亿股的这个股权被删除 那粉红色那两张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些被删除的股权 应该是都要回复的 这些股权从外资的股权 然后到这个什么静电罗德 你知道吗 外资的股权被删除 这个是严重影响到台湾证券市场 外资心目中的看法 如果外资说我来买大同 结果你竟然连行使投票权 都不给我做的话 那台湾这个市场能玩吗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严重的 这部分金管会一定会管 好 来 憲哥 那现在股东会虽然开完了 对 看来还没有结束 是 这场仗还没有结束 股价要怎么看 好 目前来讲 市场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危机入市 一个就是危邦末日 这是两个 那我想提出另外一个 我们先来看大同现在的股价 那大同因为今天是 整个改选公司派是全拿了 那目前来讲 我想对市场派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当然要经过一些法律的程序 这可能会延宕很久 那现在股价刚好在所有均线 这个地方 它可上可下 刚好在一个多空拉锯点 所以理论上来讲 如果你认为危邦不要进去了 那当然就OK了 你就不要进去 你如果认为这个时候危机入市 这个市场派如果赢的话 大同的资产开发有多大多大 那你这个时候进去 那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要量力而为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说 你说第三种选择是 第三种选择 他现在有二十几块 外面市场有二十几块 一大堆 安全都空空的 每一年都有佩设的 你如果说更保守的 穿我更保守的 你就算第三个 算得就好了 白白找到二十几块的 每一年有佩设的 公司很正常的 每一年都慢慢在生意 白白二十几块去算百只就对了 对 所以骞哥的意思就是 白白二十几块 我们算百只 不要躺这个浑水 我们要算多少只 我们来看看 来选选平概股 为什么 因为新iPhone有望 9月就要登场了 整个苹果供应链都动起来了 特别是这一次 苹果还要推出4G iPhone 价格非常杀据数 破盘价 所以有机会让 苹概股往上动吗 这个苹果还真的厉害 本来大家觉得 今年的iPhone 12 应该是禁锁了 不过现在应该会 如期的在9月推出 所以整个苹果供应链 都动起来了 现在传出了 合作旗下的上海金锁 现在有三款的iPhone 12的新机 在打样 重点是 每一款同时都有5G跟4G 那这样 大家不是把焦点放在5G吗 4G有卖点吗 但是有人讲说 现在5G你要找那个基地台不多 到时候不要拿了5G的iPhone 找不到信号 可就糗了 所以现在4G还有市场 有一些人 他就说 我要最新的iPhone 但是我不要那么贵的5G 4G就够用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售价你心动了吗 好来 4G iPhone 12准备推出549到649美金的 新iPhone价格 定2万 我们换算台币是不到2万 不到2万这个价格很沙 非常沙 对 所以当然下面的话 大家一看 那这个5G大概从6991到1099 这个就贵从中了 重点是 现在传出来这个4G的iPhone 12的售价 居然比上一代iPhone 11更便宜 但会不会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回来看新闻 是很便宜没错 会不会偷工减料 来顾名其说 为了降低成本 iPhone 12和SE 要取消不给充电器 不只不给充电器 据说也不给耳机 所以表面上看很便宜 但是既没有充电器 又没有耳机 空机 我卖空机 就卖房子 卖毛胚物 你空机给你 充电器 对不起 来额外再出钱来买 没有耳机 可以 买我这个苹果的AirPods 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是重点是 我们结论是 库克这个车月 他一方面 把最后一批的 4G的手机的市场 全部把它收割 再过来 跨入了5G的战场 这可能在今年的这个策略 相当的灵活 为什么 股价给涨升 今天我们看一下 两岸的瓶盖 冲起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苹果本身 已经是300 这个61块美金了 再过来看这张表 尤其大陆的瓶盖 台湾的瓶盖 全部在动 比如我们点名几个 做这个Apple的相机模组 高级电子在香港的股票挂牌 因为他公布了 这个半年报 这个提前公布说 我这个获利很好 今天一天涨了差不多16% 另外一个欧飞钢 触控的欧飞钢 或者玻璃机壳的蓝丝 大概平均涨幅 大概6%到8%左右 再过来最厉害是这两档 我们曾经讲过的 苹果那个AirPods那个耳机 两个组装代工厂 一个是力行精密 另外一个是戈尔生雪 这两家厉害在什么地方 今天的股价都创下了历史新光 所以大家讲说 戈尔生雪还亮灯 对 亮灯 所以这个瓶盖会动了 国内的话今天 镜头的大力光回到了4000 然后玉金光股价4000块 玉金光股价也大涨700块 这个瓶盖动了 不过我们来讲一下 有一家公司 刚才我们讲的戈尔生雪 靠三星靠苹果 但是大家对这个中国 科技业的一个龙头的话 非常的陌生 那我们就来讲他的故事 他的创办人叫江斌 他是一个什么 做微型话筒的技术员 技术员出身的 2001年创立了戈尔生雪 那做这个微型的麦克风 当时全球最厉害是松下 所以江斌就讲一句话 向松下学习 不是随便讲讲 短短的几年 他就做到了中国麦克风的低名 而且有3000项的这个专利 那三星电子一向是觉得 我技术前期是最厉害的 但是他对这个戈尔生雪 有一句话 他说戈尔生雪的产品 让三星电子对中国的产品 有了信心 这个相当肯定 然后我们看一下苹果 2015年还传出苹果 要用74.8亿美金 要把戈尔生雪的技术 全部买下来 后来戈尔生雪说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事 但是后来苹果去买 那个美国炒牌的耳机 BIS也不会花30亿美金 所以他花重金要并购戈尔生雪 我们的美率听到这个消息 那传出要并购戈尔生雪的时候 我们的美率就大跌了一波 对啊 美率就是这个苹果 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个是月线 2014 194块 跌到2015 就是要并购的那个消息 传在最终之后 后来戈尔生雪不愿意被并购 苹果转向和力讯结盟之后 美率股价又往上动 对 就又回到了255块 戈尔生雪曾经在2015年 接近了AR跟VR 所以因为刚开始的话 对这个精密度良率的一个要求 加上雪喜的期限 你可以看它的这个获利 营收的年增率 2015就掉下来了 但是先苦后干 后来这个Sony跟Aculus 这两家公司的AR VR 就是由哥尔来代工 所以抓住这两个大客户 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2018年 我们看2018它也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一次了 那一年切入什么 TWS 无线蓝牙耳机 没有切入的话 今天它就不会为苹果代工 那个AirPods 所以真的花了一点时间 但是它的那个无线耳机很厉害 它的那个降噪功能 把人都比不上 对 它最厉害 在中国这个主动降噪的这个专利当中 最多的公司就是哥尔生雪 大概有38件 Boss的话才排在第二名 32件 降噪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今天即便在火车站很吵 很乱的地方 我的耳机仍然能够听到 非常清楚的对方的声音 对 它有两个麦克风 外向的麦克风 可以侦测外面的噪音 然后用一个把它抵消掉 那内向的那个麦克风 会看你耳朵里面有什么噪音 也会主动的把它消除 剩下你想听的的部分 这样的黑科技 让哥尔生雪的骨架 你可以看一路的涨 好 那我们回到国内 我们来看盘面 这个时候回到国内 瓶盖骨该怎么选 我觉得可以开始注意美绿 因为上半年的状况都不太好 但是相对的它的骨架 机器也比较低 你看都是没有这个 太大的一个变动 所以将来如果不给耳机 不给充电器 我们就得去买了 而且美丽一向是 苹果业绩起来以后 它的业绩就跟着这个成长 所以一般认为 今年还是会赚到EPS10块 以下139块的话 本益比只有14倍左右 那另外一档的话 大家比他不知道的是 2455的全新 为什么 全新 因为今年iPhone12 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3D感测用那个TOF 就TOF的那个模组 它的渗透力会增加 以前是最高级的iPhone才会用到 这一次听说5G iPhone 大概渗透力可以拉高到60% 60%都会用到 谁提供的 全新 所以全新的话 今年的EPS10可能会从去年2块7 跳到3块7 有外资明年就看到了5块5 那一样的道理 它股价 基息相对比较低 对 我们现在要挑那个股票 就是比较没有上半年 没有涨过 上半年没涨到 这个有机会 那大盘的话 上半年是涨很多了 可是这个礼拜要注意到 美国国庆日 而且要发布的 灰龙就会报告 所以台股会跟着美国的股市 未来几天可能还是会在 11700点以上会有压力 所以我认为可能短线上 可能会进行一个整理 这个礼拜美国的就业报告 非常关键 我们再回来看 黄金市场最近也蠢蠢欲动 疫情迅速扩散 黄金已经逼近1800美金 每次黄金大涨 就开始会出现一些诈骗事件 中概股又爆雷了 这次报的这家公司是非常大金 这家公司叫金黄珠宝 他竟然拿假黄金 去执押融资670亿 672亿 拿了钱之后 现在才发现他的担保品 竟然是铜镀金不是真金 对 而且这家公司非常有名 我刚刚也特别提到 金黄珠宝是有在纳斯达克挂牌的 所以他的这个消息 假消息 这个假黄金的消息一出来之后 股价当天收盘是跌了23% 那他的股价的这个 绝对的金额也很低 所以大家现在在想说 这个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 瑞幸咖啡的一个翻版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的一个本身 因为第一个 最近的黄金是创了7年来的一个新高 那这一家公司出事的时间点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犯罪的一个累积是 2016年到2019年 那2016年到2019年 他陆陆续续拿了83吨的一个黄金 那83吨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中国年产量的22% 好 他拿着83吨的一个黄金 一家公司 可以占中国的将近快四成 这个四分之一 对 他陆陆续续在这三年的一个时间 用五轨搬运法 把83吨的黄金去跟银行抵押 好 那抵押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借钱 那总共借出多少钱呢 我大概帮他算了一下 总共借了200多亿人民币 差不多就是900多亿的一个台币 好 那借了以后呢 他只还了大概40亿左右 还剩下160亿 那最近不是疫情爆发吗 所以他就 所以他的票就跳了 那票跳了之后 银行就开始去怎么样 就开始去查封他的一个这个抵押品 然后呢就把他开始在市场上一拍卖 一拍卖之后才发现 完蛋了 居然是什么 居然是铜镀金 假的 假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算一下 我初估来算 我们一般拿黄金去这个银行去抵押 对不对 我们大概可以带到八成金 所以换言之 他出来借出来的钱是200亿人民币的话 也就是当时的这个黄金市价 应该是250亿的人民币 那250亿相当于多少 相当于差不多1000亿左右的一个台币 结果估出来 居然只值1500万的铜镀金 所以换言之各位 1000亿 结果实际上是就 1500万 我换算了一下 比例是1.5万 这个片很大 我觉得那个银行真倒霉 对不对 那不是谁在检验这个黄金的 对 它是中国人保的一个财险 这个是第三方检验机构 所以现在市场上大家就在想说 你这个到底会不会是无鬼搬运 因为第一个你怎么检验过关的 好 那你第二 好 就算你检验过关 你在放到金库的那个时候 会不会被人家掉了包 有没有可能掉包 对 那现在就是说 第一个它中间这个过程里面 没有人提领出来 所以应该不是在后面的那一段 应该是在检验到放进去的那一段 好 但这就如同当铁价不断上涨 或者是相关的不锈钢金水价格 不断上涨 我们的那个水沟盖就会被投 对 或拆铁轨 所以当黄金的价格 不断的往上飙高 就开始会有些人用黄金来诈骗了 所以请有名帮我们来看 黄金价格毕竟1800美金 这毕竟是扎扎实实的金价 所以这个时候投资应该怎么投资呢 我想最近大家其实都很关心 因为包含我很多人都在问说 因为第一个票钱不值钱的嘛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在印钞票了 所以大家都往这个黄金去避险 那黄金现在的价钱已经很高 但我的看法 其实跟很多一般的市场看法 可能要给各位浇一盆冷水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第一个黄金它有一个 超长线的一个走势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1979年 当时是第二次的石油危机 那当时的黄金有一个高点 是850 我们讲的是一盎司850美金 然后之后再来去创了一个高 我们往前面再推 它的上一个高点是在什么 在1947年正好是二战结束 所以换言之 它每32年一个循环 然后1979年的32年 正好就是2011年 2011年发生了什么事 2011年发生了第二次的欧债危机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 32年因为前面的32 后面的32都对 所以现在的黄金照理说 1895这个现货价 应该是高点不容易被突破 那最近的一个高点 是不是已经开始逼近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理当不应该过 所以如果你买在这里的人 你很可能是买在一个叫做A波 跌倒完了以后 B波反弹的高点 你可能一套要被套好久好久的时间 所以现在不能追黄金了吗 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 因为原物料的周期是30年 黄金的周期是32年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推 这里应该不是低点 这里应该是高点 所以很多人在看会去突破 比如说高盛不是在喊什么2000吗 喊到二字头 对 好 那如果各位不信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细分图 给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是黄金的期货月线 它的高点的一个价钱 刚刚是1895对不对 现货的高点1895 那期货的高点就是1911 好 2011年的9月出现了之后 到2015年的12月 建了1045的短线低点 应该就是所谓的A波 你去看它很奇怪 它的月线完全符合它的标准 涨8个月压回5个月 涨13个月压回8个月 全部都是费波难兴系数 然后最近这一波 我们说过新年的新高 正好是21 我们把整个波段加起来是多少 这个月正好是55个月 所以换言之 如果你去追黄金的人 不是这个月就是下个月初 有可能会建高点 也就是1796不容易去过1911 换言之你这个地方 就算是有短线的甜头 很可能 很可能是长线的套路 所以大家都说插协同理论 大家都利用说你现在就是QE 然后黄金会涨的时候 你反而要小心 放空的话当然有期货可以放空 如果你是有操作美股的S&P 就可以直接让你放空 台湾这边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元大S&P的反一 黄金的反一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小涨0.29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K线图 其实它这一波 因为黄金一直在涨 所以它一直非常的弱势 所以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做反一 对 这里面我要提醒大家 做反一可能要有一个礼拜左右的煎熬 它应该就是会在这个区域里面 不太会涨 因为什么7月初还会涨黄金 但是不容易过高 所以反一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部位小的 你就稍微等一下 部位大的 你就开始慢慢去做布局 好 这是黄金的投资策略 回来持续等年来关系的是 三峡大坝的溃坝危机 似乎就近在眼前 因为连官方所流出来的红头文件 都证实有可能下一个 要冲击到的是湖北 武汉会不会也泡在水里 宜昌已经泡在水里了 三峡大坝的泄洪红头文件意外曝光了 长江下游赶快跑吧 三峡大坝的水位现在超高泄洪 中下游城市 武汉现在压力巨大 我们等会儿要来谈以昌 但因为昨天我们已经看过以昌 几乎整个城市是泡在水里 我们先来谈这个红头文件 好 这个红头文件是中国的一个 它的水利部 它所划出来的一个红头文件 在6月28号的下午4点 那规定是6月28号 当天晚上的8点 那开始泄洪 那每秒的泄洪是三万一千立方米 到第二天的6月29号 8点开始 三万一千立方米 提升到三万五千立方米 那阿官你知道吗 昨天才说是为了发电 今天终于承认是泄洪了吧 对 那这个泄洪文件出来 现在我跟你说 长江下游那个民众 大家要刷在那里 那就表示水位超标了 对 另外首当其冲的是湖北 所有各城市 现在首当其冲 因为大家都已经泡在水里面 你现在在这个时候 在泄洪的话就雪上加霜 你知道这个泄洪量有多大吗 长江三峡最大的泄洪量是 每秒四万五千立方米 所以它现在已经到三万五千立方米 非常大 所以这个泄洪让所有下面 都真的刷在蛋 当然这一次是6月28号到6月30号 它有一轮的一个强降雨 这个强降雨包括在长江的上游 包括江南 包括像在淮河 黄河等等 那这个强降雨之后 那气象局又公告 新一轮的一个强降雨在7月2号 那这一次7月2号的强降雨 就在集水区 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时候不泄洪的话 万一整个三峡大坝的上游积水区 全部又强降雨的话 那到时候要泄洪就来不及了 谈谈武汉 因为武汉的老百姓现在很紧张 对 那武汉跟汉口这一次是最严重的 它目前的一个水位 已经到24.25米 那么跟原来设计的一个防汛水位 25米只有差75公分 而且现在预告7月3号 水位会提高到24.85米 剩下最高只有15公分 阿贯你有经过大指吗 大指那边有钱人 前面不是有一个提案对不对 是 这提案剩下15公分 我看你怎么大人 人家刺在等 剩15公分 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回想到 会不会是1931年 那时候的梦魇重现 1931年是江淮大水 那江淮大水从7月泡到9月 最高峰在8月26号 跟这一次很像像 从6月7月一直在下雨 一直在下雨 一直在暴雨 一直在整个水位 一直在上升上升 上升到8月26号 听说那时候所有的河道 所有的人都泡了一个月以上 那甚至用2000条的一个船 在运输补给 那在船的运输补给过程里面 常常看到很多的浮尸 什么猪 鸭 鸡 还有人的浮尸 那根据官方的报导 那一次死了42万2499人 有人说绝对不止 应该乘力5超过200万 因为秋季 因为到8月 9月 秋季一厘米都没有收 光是饿死了就65万 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 如果1931年的梦魇重现的话 一次真的是判断 好 我们回来看宜昌 因为我们昨天已经 代官的朋友看到宜昌 整个泡在水里的情况 我们回到新闻 宜昌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不止整个城市几乎泡在水里 而且已经传出多人触电身亡 对 那很多人说宜昌 你怎么不 这些人怎么不跑 跑不掉了 那宜昌有多长 跑去哪里 要跑啊 对 到底宜昌有多长 今天比昨天长 明天比今天长 所以在6月27号的时候 他宜昌跨出了红色的预警 那红色预警就开始暴雨来了 那开始就淹水了 一淹就是两米 三米一直淹 那宜昌人说怎么会 只有一场暴雨就淹成这样子 那不可能 一定是有泄洪 所以他们怀疑是 三峡水坝偷偷泄洄 还有葛州坝也在泄洪 当然6月29号他现在已经确定 我有泄洪是6月29号 公这个承认的 本来都说是化电 化电 化电 连新华社都说 因为为了要迎接新一波的一个 强降雨的一个水位上升 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得不泄洪 所以现在泄洪已经确认了 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个水 也几乎是淹到两层楼高 至少两层楼高 甚至有些地方全部都被淹没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了河道都被水到了 整个车都淹没 没办法动了 警察还破窗去救人 这个如果没有救出来的话 很快可能整个车就淹没了 你看有多严重 另外我们也看在河堤旁边 河堤旁边你看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 那个白衣人自己就绑了一个绳子 绑了一个袋子 上面的人帮着拉着 然后去救那个黑衣人 如果稍微再差一秒 差一分钟 可能那个黑衣人就被洪水冲走了 就是宜昌目前的一个现况 是这么的严重 所以这一次的暴雨肆虐 对民众来讲 其实噩梦还没有结束 因为紧接着又有连续10天的强降雨 好 我们再来看到 在国际焦点的部分 现在大家关系的是 美伊有没有可能开战 不要说没可能 我们来看 伊朗现在竟然对川普 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而且说最重死刑 卸任后还要持续 我们看到美国官员也发出警告说 伊朗将成为恐怖分子的首选军火伤 甚至于美国还嗆瞎说 伊朗根本是蠢蛋 尤其是 好 兩邊又在吵 沒錯 而且這次伊朗 因為為了什麼事情 對川普發出這個拘殺令 紅色通緝令 是因為之前川普下令 拘殺了伊朗的重要官員 蘇雷曼尼 對不對 那伊朗 可是近前的事情 可是對不起 對於說伊朗來講 這個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你殺了我的蘇雷曼尼 我就上窮避落下黃泉 我要追殺你 追殺到底 但是先追得到再說 魯西迪到今天都還活得好好的 為什麼現在的情況是 因為龐佩奧就是美國國務卿 他現在開始去遊說 為什麼呢 他說要對伊朗的武器禁運 要延長 為什麼呢 因為馬上今年10月就到期了 伊朗現在用一些什麼戰鬥機 以前美國的F-14 F-4 之前還鬧過一個什麼笑話 你知道嗎 就是伊朗派了戰鬥機 去波斯灣上看美國的軍艦 兩架F-4編隊飛得很開心 突然美國F-24 要從旁邊冒頭來說 OK 你們倆可以回家了 美國的飛機突然飛到 你的戰鬥機旁邊 你都不知道 對 所以你看這差距多大 但是因為現在就伊朗來講 我如果撐到10月 國際隊我的武器禁運不繼續的話 他可以跟大陸買戰機 他可以跟俄羅斯買戰機 跟大陸買歼10 跟俄羅斯買蘇30 對不對 在這個時候你看 大陸的歼10戰機的作戰半徑 就到這裡了 蘇30的話作戰半徑更大 你看以色列等等 這些都變成未來伊朗戰機的 那個作戰半徑之內 所以你看伊朗在這個情況下 他想要積極備戰 那美國當然就非常緊張了 而且其實你知道嗎 伊朗他那個作戰 他其實說真的 他現在可以說表演的 這個聲光效果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伊朗他們為了演練 對美軍的攻擊 他們甚至於還打造了一艘 三分之二大的 美國航空母艦的模型 打造了一個美國模型 對 三分之二 美國的航空母艦很大 美國航空母艦有332公尺 333公尺 332公尺 也就是說 這一個航空母艦的模型 也有個200公尺大 在伊朗確實在備戰 對 他們呢 你看 他們做出了 美國航空母艦的模型 上面還擺一堆 美國的這個戰機的模型在上面 幹嘛呢 他們的革命衛隊 結果用他們的小船模擬 萬船齊發 對這個美國航空母艦模型 發動大規模的火海攻擊 而且最後演習結束的時候 還冰冰棒棒 真的把這個三分之二大 美國的航空母艦給炸掉 所以他們在模擬作戰 對 你看 他們就這樣 到了美國航空母艦邊 放出各種的火箭 然後這個飛彈等等 然後對這個美國的模型 航空母艦 發動攻擊 當然這是一種精神勝利法 其實說 精神勝利法 對 你看 就打到他 你看 打到他那個整個船 開始冒大煙 然後開始就會那個燒毀 因為其實伊朗 在整個中東那個地區 他也對外輸出了相當多的武器 譬如說我們講 夜門的這個青年運動 就是伊朗在背後支持的 那除了模擬他打 美國的航空母艦之外 我們再回到上一張 那這又是在做什麼 我們看一下上一張 這是他在幹嘛呢 因為幹嘛呢 又被拍到 對 那個衛星突然發現 伊朗德黑蘭附近 東部的山區突然一夕之間 一大片山林的焦黑一片 你看本來沒事 本來是長這樣對不對 對… 那現在最新的畫面 有一個黑洞 這是什麼 而且其實不僅僅 只有衛星照片拍到 也有就從德黑蘭的外面 傳出報導 你看他發現這個山區 發生非常大的一個爆炸 幹嘛呢 因為伊朗他其實現在 他最讓西方 或甚至像美國頭痛的武器 是他有大量的 這個地對地彈道飛彈 他的地對地彈道飛彈 是跟誰合作 巨星是跟北韓合作的 所以他其實是在誓爆嗎 可能是地下的這個飛彈工廠 幹嘛呢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美國 對付這個 之前就是以色列或是美國 有可能對伊朗的包括核反應器 或者說是他那個誘瓦金鍊工廠 發動了網路攻擊 讓這個金鍊工廠 它原本應該在做濃縮誘的時候 結果弄弄弄弄爆炸 你知道嗎 所以這次有可能是 伊朗的地下的飛彈製造廠 或是燃料製造廠 被同樣類似用駭客的這種方式 讓他加以引爆 被美國給爆 有可能是美國 也有可能是以色列 所以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現在伊朗 是非常無所不用其極的 要對美國 要對以色列進行備戰 那當然美國也要在他的國際間 營造一個伊朗是好戰 又可怕的一個形象 讓對伊朗的武器精英繼續進行 其實現在這個情況 我跟你說 娟姐 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就是伊朗在插槍 但是美國想走火